字幕製作JK 哦 好多角色哦 哈囉 歡迎來到水果冰湯 我是卡丹 今天我們要來玩 寶可夢劍盾的盾 應該比較少人選這種 字幕製作JK 字幕製作JK 好 那我就選這個比較特別 哦 也太黑了吧 好沒關係 就這樣子 哦 我創建角色 終於 要 陸坑斯威 開始人嗎 哇 好漂亮的場景 你是誰 大家好 歡迎來到寶可夢的世界 我們迦勒爾地區 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 和優美的城鎮風貌 不僅如此 在這塊美好的土地上 還有眾多的寶可夢 與我們共同生活 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吧 這不可思議的生物 我沒看過這隻 這是新的嗎 寶可夢是與我們同心協力 共生共龍的好夥伴 沒錯 大海 天空 城市 寶可夢的生意無所不在 而培育寶可夢訓練寶可夢對戰 以此切磋實力的人 則被稱為 寶可夢訓練家 好療癒喔 我也要當寶可夢訓練家 哎呀 差點忘記 至於我介紹了呢 我是洛茲 原來這大鼠叫做洛茲 接下來進行觀賞 迦勒爾地區最強的寶可夢訓練家 該不會是赤虹吧 喔 丹蒂 我知道 那個藍色 藍紫色頭髮的那位嗎 對 就他 之前預告有看到 噴火龍 哇 這動作也太中二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丹蒂雖然這次場表演賽 但我要讓你 不論是怎麼樣的對戰 我都不會輸的 噴火龍幾句話吧 喔 喔 好大啊 好奇怪 超大隻的耶 寶可夢盾 喔 好熱血喔 好可愛 小綿羊 這是我家嗎 房子真大 那為了我也能住這種房子的話 那應該還不錯吧 小卡比獸 好可愛喔 我好黑喔 赫蒲 哈囉我來嘍 我不知道他是男角還是女角 喔男角 那我那樣配不對 哇 是卡蛋 那是你的新手機嗎 你是不是在看我大哥表演賽 幫大哥加油時 一定要帥氣的擺出噴火龍的姿勢喔 歷招式的動作嗎 赫蒲你怎麼來了 今天是大日子不是嗎 欸所以我的角色選黑皮膚 媽媽也會變成黑皮膚 是啊 所以我才會一路跑來叫他 卡蛋 電視最後再看好了 反正大哥的比賽我全都有錄起來 卡蛋你也來吧 我大哥一定會送我們禮物的 你別忘記背上的背包喔 背上包包 我講錯 看錯字 阿姨謝謝打擾了 哇這個場景也太厲害了吧 好想喝紅茶 我居然可以站起來 那我可以再坐回去嗎 不能 這紅茶可以點嗎 不行 我要跟小卡比獸講話 欸 你好 他被我嚇到 放著許多關於寶可夢的書和雜誌 走路好快喔 電視可以開嗎 媽媽用來看喜劇片的電視 寶可夢小卡比獸睡覺的地方 偶爾會有吃剩的食物 裝在客廳裡的暖爐 不管多人的冬天都不用擔心 家還蠻溫馨的 我可以關燈嗎 關開燈這樣子 不行 鏡子 還有多衣服 這裡是什麼 我進得去嗎 進不去 為什麼自己的家都不能進 太過分了吧 冰箱裡面有吃的沒 老子要吃飯 屁啦 都沒開冰箱就說 冰箱裡面放滿了大家喜歡的食材 都沒讓我看裡面 拜託 哇這個廚房太厲害了吧 媽媽堅持要買回家的最新型 烤箱微波爐 媽媽我想要烤東西 你都不讓我使用 為什麼就是 卡登 赫普剛才有提醒你 別忘了背上包包吧 包包和帽子不是都在你的房間裡面嗎 這我房間喔 啊旁邊的廚房喔 也太油了吧 好大 設計簡單的桌子 長大了也能用 電視旁放著最新的遊戲機 SWii 這是我的電視可以開煤 配合遊戲機買的最新型電視 這裡有一個寶貝球 其他東西都不能用 我的床我可以睡嗎 全家一起去買的床 很好睡躺家就能入眠 卡蛋拿起來爸爸的舊背包 哇 哇 這裡太大了 把裡面可以裝多少東西 喔耶 我準備好包包了 探險的心得 按下X鍵就可以開啟 選單 我打開X鍵可以選 記錄 然後跟看地圖 喔 太好了 我可以帶包 帶皮卡丘出去嗎 好想帶 放在背上 都不能帶 可惡 小氣鬼 我要撿垃圾 哪裡有門 喔 我看到了 這邊有個地毯 賀普在等著你 趕快出門吧 哇 我的家也太厲害了吧 外面這些樹 花花草草 種的太厲害了 哈囉賀普 那隻羊可以給我嗎 我要抓 蛤 那隻寶可夢 這是我家的嗎 你好 你好 幸會幸會 你要跟我一起出門嗎 小氣鬼都不出門 好啦我要走了 拜託卡丹 你的包包也太大了吧 我也覺得很大 但是這是爸爸的舊被包 沒辦法 野爸這樣一來 不管大師 送你什麼樣的寶可夢 都不用擔心啦 什麼啦 寶可夢是有多大隻啊 放在寶貝球裡面 很小隻 所以要送幾隻 那個箱子應該可以放很多顆寶貝球吧 好可愛的羊 是毛便羊 他怎麼了 喔 好圓喔 沒問題嗎 這隻毛便羊怎麼那麼用力在撞柵欄 該不會柵欄裡面是他家 喂 別跑出去啊 圍床森林裡住著可怕的寶可夢耶 所以他是想要出去 走吧 喀蛋 我們賽塔到我家 你背的那麼大的包包 能跟上我嗎 可能可以吧 喔 霸大蝶 我想走著 這什麼 所以我住的地方 他是以畜牧業為主的一個城鎮 哈囉 科學的力量好厲害啊 光是走走路而已 就能開始交換寶可夢或對戰 真是太神奇了 我也是覺得很神奇 所以我朋友的家在哪裡啊 咦 喀蛋 賀普哥哥在找你耶 他不是住在旁邊嗎 你為什麼要往城鎮外跑啊 他說我們正那麼小喔 走出去就是別的城鎮喔 這邊只有兩棟房子欸 也太小了吧 喔喔喔喔喔喔喔 哇 還有一個小小的寶可夢對戰 這個也太小了吧 這要怎樣對戰啊 多小啊 不是還有急劇化嗎 那麼小 急劇化整個房子都爆了好嗎 這是你家嗎? 也太高級了吧?那是有錢人 哇 那個冰箱 媽!我回來了! 赫卜你回來啦!卡丹你好 咦?大哥呢? 你這孩子 你這孩子怎麼那麼心急? 時間還早呢? 他應該也才剛到 木桿鎮的車站吧 哈哈!也對!因為大哥是個大路吃馬 那我們去接他吧 說的也是這樣子我也會放心一點 卡丹你還沒見過我大哥 對不對?一起來吧! 我想快點讓你見識大哥的厲害 我在路上等你喔! 老子要先來你家裡面探險一下 雖然這樣有點沒禮貌 但是我是主角! 我愛怎樣就怎樣 擺著許多關於冠軍的書 全部都是冠軍的獎盃 總是播著冠軍的電視 還有老爺爺 在賀普行中 大哥就是超級大英雄 桌子上有什麼嗎? 沒有 我到樓上看看 欸!這裡有一個袋子 裡面有好東西嗎? 沒有 哇!好多畫 這次該不會是你們的房間 喔!有耿鬼! 我的最愛!老奶奶你好 哇!這個帽子也太多了吧 很久沒有整列床鋪 好帥喔! 是加了寶可夢人氣前三名的海報 有點皺的爽蛋 好多寶貝球 好!沒東西了 喔!我最喜歡冠貴了 我一定要收集一隻 好了!我們趕快出門吧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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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等我嗎? 我們就秀的直接衝過去吧 聽好了靠蛋 野生的寶可夢會從草叢裡面 砰的衝出來 不過我有毛便羊當夥伴 所以遇上野生的寶可夢 也能對戰 但是你是赤手空拳 所以我們還是避開草叢吧 沒關係我可以帶滅火器 我到你家哪 應該是拿不起來 帶滅火器來噴寶可夢 欸!快點開門 你在這裡幹嘛 我們快去接大哥 直直向前就會到車站 啊你不來喔 在這裡幹嘛 喔!好多人喔 大哥!大哥! 送我寶可夢 拜託求你 我也想要當寶可夢訓練大師 滅火器都不讓我撿 如果有滅火器 我就直接攻擊寶可夢 然後收服 哇喔 這身服裝真的還蠻重惡的 喔!好重惡的動作 呵呵那兩個 那個女生 那表情 想說這個人好重惡喔 我的小孩子 哼!我的小孩子這麼喜歡這個人 結果他擺這麼重惡的動作 我好憂傷喔 木幹正的大家 我是冠軍當地 我今後也會在比賽場上 秀出最強的表現 不會辜負你們的期望的 果真是無敵的冠軍 你還噴火龍的拍檔 真是太棒啦 謝謝 歡迎大家也培育於自己的寶可夢 彼此多多對戰 我期待有人來挑戰我的冠軍頭銜呢 沒問題 我們就是因為太崇拜你了 我們就是因為太崇拜你 所以才開始 寶可夢對戰的唷 為什麼他們好 他這個中文版還蠻多最值的 可是 冠軍的 噴火龍實在太強了 的確噴火龍的確很強 但其他的寶可夢也很強的 所以我才會期待著 最強的挑戰者對戰 我的夢想是 加勒爾地區的 每個寶可夢訓練家 都能變得更強喔 我還有自帶風 你看他的頭髮 白哥 他居然罵人白癡 白哥 白哥 大哥 赫普 我的世界頭號粉絲竟然來 接我啦 赫普你長高了我看看正好三公分 你也看他出來喔 答對了 不愧是大哥觀察力也是所向無敵 這眼睛的顏色 我知道了 你就是咖蛋吧 赫普常提到你唷 我是超愛噴火龍的訓練家 也是 加勒爾地區最強的寶可夢冠軍 人稱我無敵丹地 大哥 咖蛋 我們賽跑回家吧 赫普這小子還是這麼愛比賽 要是能有個好對手 他一定能變得更強的 再會了各位 金庫爺人 讓我們共度冠軍時刻吧 真的好重惡 重惡的大哥 喔 好了 大哥說好的禮物呢 你不是說要送寶可夢給我跟咖蛋嗎 當然喔 就讓我這個最強的冠軍 送給你們最棒的禮物吧 來 出色的寶可夢們 大家 出來 秀一下吧 這大哥應該是蠻 蠻 有蠻驕傲的那種個性吧 喔 敲蠻猴 顏兔 淚眼妻 我要敲蠻猴 當時看到那個 圖案啊 公開的 官方公開的那個照片 我就覺得敲蠻猴很可愛 雖然他們的三階進化的 那個造型 我都 沒有一個喜歡的 可是小時候 很可愛就好了 對 好可愛喔 敲蠻猴 啊 啊 喔唷 他們互相 嚇到對方 好好笑 我可以大家集合 喔 如何要選哪一隻寶可夢呢 我的腳剩什麼一臉 很開心的樣子 嘿嘿 你先選吧 我已經有毛變羊了 我想要毛變羊 喔喔 我要雷 我當然要你啊 你們好小喔 欸唷 怎麼那麼小隻啊 這個比例也太小了吧 草屬性的寶可夢 敲蠻猴 能和你分享 林間的平靜喔 你決定要選擇草屬性的寶可夢 敲蠻猴嗎 我當然要選你耶 首選就是你了 就決定是你了 敲蠻猴 要為超英猴取暱稱嘛 不用 我喜歡原來的名字 原之原味 啊好可愛喔 我得到你了 好猛 選了超英猴啊 眼光不錯喔 那我的夥伴就是你囉 淚眼熙 我的目標是成為冠軍 會用力的鍛鍊你的喔 好多醉詞了 怎麼那麼多醉詞 貓便宜好大隻喔 我懂你的心思 賀普 所以我才會把寶可夢 送給你和喀蛋 你們要彼此切磋 一位為目標 好好的變強啊 剩下你了 你就跟我走吧 我的斑火龍不極強大 而且既溫柔又嚴厲喔 大家來吧 大家來吧 晚餐準備好嘍 寶可夢也一起來吃吧 喔BBQ BBQ欸 我要吃我要吃 哇 好多肉喔 第二天 你們和大蛋寶可夢 彼此相處了一整個晚上了 應該有更喜歡更認識自己 重要的夥伴了吧 那當然囉大哥 他大胺敲運後 也變得更要好了 對吧 聽好了 聽好了 寶可夢訓練家要相信自己 相信寶可夢 我希望你們在互相信任 不斷累積對戰的經驗 有朝一日 成為我這個無敵冠軍的勁敵 什麼媽 我才是那個擁有資格 跟大哥對戰的人 好 既然如此 現在 起 咖蛋也是我的勁敵了 不要三次決定 拜託一下 我絕對不會輸的 我沒有跟你爭啊 我沒有跟你爭啊 光帶著寶可夢 並不算是個訓練家 要培育寶可夢讓他們對戰 才能稱得上是寶可夢訓練家喔 讓我瞧瞧你們倆 稱不稱得上是寶可夢訓練家 不如 你們現在就來打一場對戰吧 準備好了之後就告訴我一聲 這是你人生的第一場對戰 要開始了嗎 可是我沒有想要對戰耶 我按否咧 讓我給你一個建議 要請寫紀錄 才不會忘記你所經歷的事情喔 掰掰我要走了 我們要跟你們對戰 嘿你要去哪啊 不是要讓我還 一場寶可夢對戰嗎 所以一定要跟你們對戰就對了 不要逼我好嗎 哼 走開啦 我們要跟你們對戰 我要來吃BBQ BBQ剛剛都沒吃到 可惡 好啦好啦 回來跟你們對戰 最近人生的第一場寶可夢對戰 要開始了嗎 好吧 勉為其然 開死我不開死也不行 要相信你 與你的大幹寶可夢 真心的珍惜它 這樣你才能選出 能夠展現寶可夢實力的招式 更重要的是 就會讓你更能熱在對戰中 我沒有想戰鬥耶 好 寶可夢和訓練家都躍躍欲失了嗎 來場待盡的對戰吧 大哥每一場比賽我都看過了 大哥留在家裡的書漢雜誌 我也都讀完樂 我知道該如何制勝 喔喔那個畫質還不錯 寶可夢訓練家賀普來挑戰 寶可夢訓練家賀普派出了毛便羊 可惡 太過分了吧 你有兩隻好夥伴 那我先用叫聲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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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對手的毛便羊攻擊力降低了 對手的毛便羊使出了撞擊 喔還好攻擊力還蠻低的 那我可以開始攻擊了 而已經降低你的攻擊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的攻擊也太強了吧 超音猴再兔使出了抓 喔喔喔喔 差點差點差點 不要不要不要 還有兩隻寶可夢的血都剩下一半了 該不會輸吧 最後一集 最後一集 嘿 對手的毛便羊躲下了 獲得了經驗值 哇這個經驗值也太多了吧 等級提升到六等 超音猴學會人目之突刺 還沒完呢 我還有另外一隻可告的寶可夢喔 寶可夢訓練家赫普 派出了淚眼熙 那我一樣先用叫聲 把你的攻擊力降低 對手淚眼熙的攻擊力降低 喔 好痛好痛 目之突刺 目之突刺 我只是想要看他長什麼樣子 喔 喔 攻擊力居然如此之高 太驚訝了 難道你早就已經摸清楚屬性之界的香客關係了 什麼香客關係 喔 我升到七等耶 一場戰鬥居然升了兩等耶 太 太瞎了吧 我兩顆寶可夢居然輸了 你看敲眼熔太強了啦 卡彈獲得四百元 還要我贏了耶 還拿你的錢 我們不是朋友嗎 還要拿錢 那這樣 不是戰鬥好幾場就破產了 然後跟你多戰幾場 你這厲害啊難怪大哥要送你寶可夢 兩邊的寶可夢都打得很好 太精彩了 我差點要派出噴火龍家人們的對戰了 欸 你不要派出我們都是初級的訓練家 你要派噴火龍是要把我們的寶可夢殺掉 超英猴也謝謝你啊 我幫你恢復體力 卡彈 我看上你的潛力 想拜託你一件事 你來當賀卜的勁敵吧 我希望你們能一起變強 蛤 不要製作主張 我沒有要啊 大哥我想變得更強 更強 你讓我挑戰寶可夢道館吧 原來如此 你想參加加爾爾地區最大的活動 道館挑戰室吧 我知道了 但首先你們倆都要更了解寶可夢 尤其是卡彈 你得先拿到寶可夢圖鑑 使用寶可夢圖鑑就能知道寶可夢的特色與能力 順便告訴你們 寶可夢圖鑑裡裝的可不是滿滿的數據 而是滿滿的愛和熱情 好 卡彈 既然要拿到寶可夢圖鑑 就去寶可夢研究所吧 就是這股氣勢 真是太棒了 素晴 我會先通知博士的 我賀普 正要成為冠軍的男人 男人嗎 還是男孩 完成整本圖鑑 也會是將來我賀普傳說的一頁 別忘了告訴阿姨 你要去領寶可夢圖鑑喔 所以是要叫我回家講 碰 碰 嘿 卡彈你有聽到那聲音嗎 該不會是柵欄破了吧 柵欄是開的 原本在那裡有毛變羊呢 他把柵欄撞開了 那傢伙一直在撞這裡 該不會是跑進了那邊嗎 這前面是不准任何人進去的耶 寶可夢博士的孫里 以前在裡面有過一段很糟的遭遇 後來還被罵了一頓 卡彈我們怎麼辦 去救他吧 順便冒險 看作會收服掉毛變羊 總不能你有一隻毛變羊我沒有吧 是吧 我們非去不可 這種時候 顧不得不准不進去了 我們做好了覺悟 衝進去吧 卡彈 也太多事了吧 我從森林在這邊 我們快去找毛變羊 我好像玩的有點久了 我想要先休息一下 好累喔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剛好可以記錄太好了 那我們下一次就來繼續接下來的內容 要去找毛變羊 到底我們能不能找到毛變羊呢 那就進行觀看下一集啦 對啦 我播得比較慢啦 你們如果想要看後面 可以去看一些其他youtuber的影片 畢竟我並不是 以youtuber為主的 對 我還要上班了 先這樣 趕快去工作了 掰掰 嘿嘿 我們坐在一起 別人 看最後こと 麻煩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